我知道你们两个的专业 都是顶尖的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们现在就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怎么配合比较好呢 我要飞第一程的机场 飞行顺序 不是应该按照飞行经验来排吗 不用跟我提什么经验 在考核的立场上 大家是平等的 我对你说对吧 这个连坐本来就不平等 你在这儿谈平等 你不就很可笑吗 其实飞行顺序也不是很重要 要不然我们抽签好了 好不好 真不用 你运气差 不想让你飞第一程 就是不想让你一开始地走梅月 你从小就这么迷信吗 开飞机讲究的是技术 你面对现实好不好 谁没面对现实呢 你躲着去学修飞机 是为了了解飞机吗 我看你就当逃兵去了吧 意外就是一样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逃避现实的是你 不是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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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就是一个飞行顺序 有那么重要吗 都一个下午了 看看其他人 再看看你们两个 他们事情都做完了 你们要吵 吵完再叫我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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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生气呢 这是什么 打开看一看 转场飞的飞行计划 你这么快就做好了 怎么样 还是很厉害的吧 这真的是你自己做的 当然了 不相信我 我已经找专业的飞行员 核对过了 绝对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不找肖默 一起讨论 他那样臭脸 我怎么跟他讨论 你知道转场飞的同时 最要紧的就是小组合作 就算你的飞行计划很详细 也要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 一起通过才可以执行 做的做完了怎么办 去找肖默吧 三个人一起讨论 他都走了 你 去看 我 来 去看 我 可以 你 你 去看 我 所以 我们根据天气情况及军方控管 计划出了最省油及最安全的 飞行高度和路线 以下是我们的计划 但是天气报告始终就是个预报嘛 如果当时天气突然发生变化 而你们的飞机飞的这个区域 正好是机雨深沉 你们将怎么做 来 你们三个分配说一说 我认为左边的机雨面积 看起来比较小 可以从左边绕过去 高雷道风向是由东向西的 应该从右边 因为从左边绕过去 还是会遇到机雨云 我认为应该从机雨云的下方绕过去 因为横向的风向是会改变的 而小飞机的雷达精准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走下面比较保险 那吴迪 你说一说 这三个答案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能够再讨论一下 那你们呢 能不能同意给答案呢 从右边 从右边 向右绕行 我反对 是机长我说了算 你们俩别针了 要撞山了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吗 我只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们给了三个答案 在天上飞的时候 时时刻刻会遇到 很多突发情况 在那个时候 你们要吵到什么样子呢 我不想看到你们忌讳人亡 那还不是你飞 要我跟他一起飞 说到底 连做的安排就不合理 够了 夏宇 要么你就告到董事 上老板那里去 要不然的话就听我的 没得商量 小牧 你有本事辞职 去搞东海航空 要不然的话 你就老老实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这里我说了算 我警告你们 这是最后一次 要不然以后都甭飞了